好 欸 哇 這麼準時開始 那那個 台灣現在已經9點了 那我現在 先開個 開個開場牌齁 那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雙石忌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米娜 來到我的實況台上面 做採訪 來 那個打個招呼 因為是兩邊實況都有開嘛對不對 所以是兩邊觀眾都有 好 那個 米娜台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雙石忌 然後 剛剛介紹就是米娜有稍微講了嘛 對 那我這邊的話 主要是我這邊跟 跟我的實況台上面的觀眾稍微介紹一下 那個 我跟米娜會認識其實也是在LAMPARTY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 應該是今年 今年初嗎 對 1月4號 1月4號 哇 那其實有一段時間了欸 時間過好快喔 真的 真的 過蠻快的 然後 對啊 多少款 然後LAMPARTY的部分 嗯 應該之後還會 越來越多實況主 那只是 目前還在準備當中 因為 因為我是那個LAMPARTY粉絲團裡面的其中一個管理員 因為有說到一些人在問 說LAMPARTY什麼時候舉辦這樣 那不用擔心 其實 要舉辦的時候 我們都會公佈啊 對 所以也不會說 今天有觀眾很想看 我們就舉辦LAMPARTY 沒有那麼簡單的事 因為我們要 我們要舉辦之前 其實都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準備 然後還要跟實況主 約時間 你知道嗎 所以 就請 各位 敬請期待了 嗯 那我這邊就 順便畫圖 然後 就是邊畫邊聊啦 那那個 米浪 你是 什麼時候開始 接觸實況的呢 我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實況喔 對啊 大概是 前年 十一月的時候吧 前年 十月底十一月的時候 前年 所以 是 兩年了嗎 如果是這樣算 快兩年了 一年 快一年半吧 一年半了 其實有一段時間了耶 嗯 那你當時 為什麼會想要開台呢 呃 其實 我會當實況主 還蠻陰錯陽差的耶 嗯 我本來只是人家MOD 可是 我這個台主他 呃 就是要開店 然後很忙 然後 後來最後 他一開始是說 他還會回來再開台 然後叫我先幫他撐著 因為我那時候算是 就是MOD管理員 然後還加上是副台主這樣 因為我會上麥陪他 就是吐槽他 當吐槽役啦 嗯 對 然後就這樣子 莫名其妙的 就幫他開台之後 他也因為可能沒有再回來了 所以就 我就這樣 就這樣變成實況主 所以那個實況台 就是你現在實況台嗎 還是說你 就是他另外另外生成一個 喔所以那個實況台 就是你現在在用 嗯 對對 他那時候大概 我們那時候大概也是 才 他剛經營大概 快 半年吧 還怎麼樣 對 嗯 哇賽 好特別喔 所以 所以你是接觸 到實況之後 其實也沒有想說要自己開台 就是結果是幫別人開 開到現在這樣 對 哇 我一個幫別人開了 大概 七八個月吧 後來就是 我跟他真的是幾乎就是 可以說是完全失去聯絡這樣子 後來就想說 啊既然這樣 你說幫人家開台七八個月 你自己多少也會有自己的 觀眾了 嗯 對啊 所以我就想要既然這樣的話 如果我放棄是不是 對支持我的人太太不好意思了 哦 所以 當時那個台主是 你們在網路中面認識的 然後他失蹤完之後 就 就不見了就對了 對 就 現在偶爾還是會聯絡 但是 就是變成說 他現在也不好意思 再跟我拿回現在的帳號 啊 嗯 對啊 所以你當時 開台是接觸遊戲實況嗎 嗯 我一開始 對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玩那種 RPG 就是RPG Maker的那種小遊戲 嗯 因為我反應不快 然後 也沒有那麼多資金投資在遊戲上面 然後 加上因為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看 看就是 他們怎麼樣呈現劇情 比 比 比劇情 呃 遊戲性來講我比較喜歡看劇情 對 嗯 所以我就選擇那樣的遊戲來實況 哦 那 除了那個 因為我看的那個 影片 就是YouTube上面的影片 嗯 因為你也有接觸到配音跟 繪圖嗎 那 我現在就先分開 訪問好了 就是關於配音的部分 嗯 你配音是興趣嗎 還是說你有特別去訓練過 完全就是興趣 因為 你知道 你知道這種東西 台灣 嗯 不管是說工作還幹什麼啦 就不太可能會用到 就是 就是讓你有機會去發揮這樣的興趣啊 哦 所以 剛好玩遊戲的時候可以 盡情的中二 哈哈 哦 所以 你會接觸到配音也純粹就是 興趣而已 那你當時有沒有 接觸到什麼作品的影響 才會想要配音的呢 哦 有耶 其實我自己從以前 我就覺得我自己還蠻想要 就是 這樣子去試試看 嘗試說 嗯 讓聲音去表達那個劇情 更有張力 剛開始我 呃 剛開始我實況大半年開始都 一直都是沒有配音的 一直到後來我發現說 有時候 有時候 偶爾你一兩句一兩句就是 呃 更加去這樣表現的時候 觀眾反應還蠻好的 我就 就嘗試著 讓自己 幾乎整部作品就可以多 多去配 然後 像有一些劇本很不錯啊 有一些遊戲劇情啊 很不錯 人設什麼很不錯 那你的代入感就會更加的 強烈 因為你更喜歡那個作品 所以你就代入感更加強烈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感情啊 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流露出來 到進入那個聲音裡面 那個角色裡面 嗯 哦 因為台灣的 因為剛才 因為我這邊 台有人講那個 台灣的生油市場 因為我最近 在看那個 臉書的時候 有注意到一個叫做 魯蛋叔叔 你知道嗎 不是那個 開實況的魯高 魯蛋叔叔 不是開那個實況的魯蛋喔 是 配音 就是 台灣 台灣 一個很 很有名的 那個 配音人員 就是叫魯蛋叔叔 他的綽號叫魯蛋叔叔 你可以去找一下 因為他 他還蠻厲害的 因為他最近有開一個 那個粉絲專頁 就是裡面 都是一些 配音課程 或是說 他們的一些 配音室的一些 經驗分享 就你可以去那邊 點個讚 然後 那邊追蹤一下 去看一下 追蹤一下 好 謝謝 所以那個 名字還蠻好記得 叫做魯蛋叔叔的工作室 我記得好像叫魯蛋叔叔這樣 就是你知道 曹濟魯先生 是 配那個 章魚哥的 那個 啊我知道 我知道章魚哥 他筆音還蠻特別的 對對對 就是你可以追蹤一下 因為他剛好有一些 籌備工作室的一些經驗 要分享給 那個 台灣的觀眾 所以他最近開了一個 工作室吧 應該是工作室 然後他們有 有粉絲團 他立馬去看 對我蠻推薦的 好 謝謝你 這是題外話 這是題外話 因為我剛好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看你的影片 是你有在接觸 那個配音 然後 剛好前陣子又 又看到這個消息 就是他們有在 應該算是招募還是什麼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 其實其他觀眾也可以 就是 如果對配音有興趣的朋友 你們也可以去追蹤一下 因為上面 裡面的人員應該都是台灣還蠻知名的配音員 配音員 對對對 就是可以藉此了解一下台灣的配音市場 跟一些 他們的一些技巧 他們配音的技巧 因為 我覺得台灣的 配音環境其實跟日本差很多 因為日本 日本的聲音又比較像是 把他當作藝人 所以他們會辦很多什麼簽唱會 唱歌不一定啦 反正就是會有一些粉絲見面會 可是台灣的有點 有點不知道 那個配音也是長什麼樣子 就有點可惜 可是明明都聽過他們的聲音喔 就聽他們的聲音就知道他們是誰 可是念不出名字 這還蠻多的這樣 所以 就很多 對 那 因為講到配音嘛 那你有沒有 喜歡哪一個 配音呢 就不管是台灣還是日本 台灣的話 我先講台灣的話 對 因為我們愛國的嘛 對 就是 劉傑 劉傑大大 嗯 劉傑我知道 劉傑他 就配過 公騰新衣啊 犬夜叉啊 然後 很多很多就是 蠻多的吧 幾乎 不管是 嗯 我記得他之前還有配過很多 我不知道 反正我幾乎這樣轉開 就很很常聽到他的聲音就是了 有有有 他應該算是台灣的配音界裡面 一個很老牌的 配音演員 因為 我 我很喜歡他配的 阿批 你知道嗎 那個南方之間客的阿批 對 對對對 他也配阿批 真的 因為 對 對對對 他 他有時候上節目我都還會特別去看一下 就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 像 剛剛 浮爽你知道嗎 浮爽 我可能有時候不知道迷福 他是配吸索的 吸索 噢 噢 那我知道我對他的聲音也是有影響 知道知道 因為他們都還蠻厲害 因為他 除了配吸索之外他還有配派大星 噢 原來是他拍他吸索他配的 對對對 他聲線可以很多遍 其實 很多遍 其實那個差很多欸 其實 應該不是只有他欸 因為我發現台灣的配 配音演員他們都是 被迫就是要 有很多 角色 角色 因為很缺你知道嗎 那個台灣的配音員是非常的缺乏 所以 所以他們 真的 他們配到一些日本作品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 就是 一部作品裡面很多角色 都是一個人 就是都重疊啊 對啊就是重疊一直在 對他們就是 嗯 有時候真的會蠻慘的 可能你看一部作品裡面 好像聽來聽去就只有兩三個 對啊 對啊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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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我剛才提的那幾位啊 他其實 我 他們好像也是 練到最後就是 一個人就習慣 就分 分飾好幾角這樣 嗯 嗯 我知道這個這個其實 說真的都有注意到 對啊 嗯 蠻辛苦 像我們這邊有觀眾 有一個觀眾 我這邊啊 有一個他平常就是 劉潔大大的那個就是 粉絲 他就都會聽他的廣播 然後也有在接觸配音這一塊 嗯 所以他其實 就是常常有時候我們這樣子的話 他也是都跟我講說 真的 我們台灣的環境 出起來真的是 蠻不友善的 然後 很多人因為可能喜歡 還是喜歡原本日 日文配音 所以 就會 為了 不喜歡而不喜歡 嗯 其實 我們台灣配音員的底子 功力底子是蠻厚的 蠻深厚的喔 嗯 可是很多人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還是 不能接受台灣的配音吧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牽扯到很多 因為 日文發音跟 中文發音 就是本來就是 因為兩種不一樣的言語 本來就是已經就是 就是有一個差異在了 嗯 然後他的 對對對 因為像這個學長 你在日本的話 你應該也是蠻能夠 就有時候因為我們可能 意思雖然說是一樣 但是那個異陽遁挫 你在呈現上面本來就是 不能像日文這樣子 這種這種 這種方法去講 對啊 沒錯沒錯 很難到完全一模一樣啦 對啊 一樣的意思 你就算是語言這樣子 一個一個 異陽遁挫不一樣 就感覺起來 那個 就是不太一樣 我覺得如果說拿那個標準 一直要定 到我們台灣這邊 我覺得是 真的是 嗯 太過強人所難了 嗯 是真的 對啊 好 那台灣的部分 就是台灣的話 那你還有喜歡 哪一些 哪一些日本的聲優呢 我喜歡日本聲優有一點多 有點多 有沒有一個 那種特別有名的 有 有啊 都很有名 我 我是不太 以前啦 以前的話 我第一個喜歡的聲優 是綠川光 嗯 他的聲音真的很 很特別 很好聽 我喜歡聲優的話 我是喜歡 我會注意人家的一個咬字吧 可能他有某幾個字發音 我就是覺得很好聽 我就迷上了這樣 嗯 因為綠川光他有一些咬字 加上他有一個很獨特的皮 鼻音 然後還有以前 還有誰 還有誰 林元慧 喔 我知道 林元慧 就是 對對對 他的發音也很特別 他也是有一種很獨特的發音 然後什麼 丁宮李慧我也喜歡啊 然後最近喜歡的話大概就 小野大福吧 小野大福 小野大福 我的觀眾 我的觀眾一直在那邊洗小野大福 因為他們都一直被我摧殘著 我每次開台都會在那邊煩他們 小野大福真的很有名欸 那個 他配哪一些角色 我有點忘記了 他超可愛 他最近有一些作品 黑植師的賽巴斯青啊 喔對阿對阿 因為我這邊也有朋友在追小野 然後 就是 跑到日本來給他簽名 這樣 還真的簽到囉 真的簽到了 真的簽到了 就他還有貼在他的臉書上面 這樣 好好喔 真的還蠻厲害的 好好喔 不過 我想說我很想要去日本看他 對 欸所以你有來過日本嗎 還沒 但是我很想為了他去 你可以努力看看 因為我剛才說的那位朋友 他就是 為了要追星 然後 就是 一直自學日文 然後 學到現在 來到 日本 留學 因為我來留學的時候 剛好遇到他 然後跟他聊了一下 才發現說 他在台灣都是自學的 就是 學日文的部分 然後學了 一段時間之後 就是來日本 就是 來日本留學 然後一邊追星啊 所以他雖然在大阪 他那時候在大阪 然後現在是在神戶 可是他還蠻常去東京的 喔這樣跑 對 很貴 好厲害喔 那個車費不便宜 可是他有在打工 所以 所以是還好 就還好 就是存錢啊 自己自己的簽名 自己自己存 自己存 對自己 對自己存錢 對OK 欸 真的欸 因為我現在也是 剛剛學長你說你有跑來我這邊 稍微看一下 對啊 對啊 因為我最近啊就是 想說 對 就像你們講的 自學日文是好事 因為我之前 我其實從小就還蠻喜歡看日本的節目 像動漫這個我們都有在接觸 只是說都一定都是看中文字幕嘛 看一看你雖然有一些東西聽得 就是 常聽到 但是 還是太過依賴字幕了 所以我現在就想說 剛剛那一塊 對啊 死神鄙視 我就是想說 就是 就算這樣硬著頭皮去 去去去 強迫自己看日文 往後如果這樣多玩多幹嘛 看久了 背單字啊什麼的 應該 久了應該是都會 有一點幫助吧 一定有幫助的啊 只要你有接觸日文的話 因為 因為 你在 你說的那款遊戲 其實你在實況的時候 我有 我看了一下 我發現 你還 還蠻多 都知道意思的啊 就是 就是 有時候知道 不一定能夠完全講出來 你知道嗎 就是 沒有辦法完全翻得對 但是 但是我大概知道他在講什麼 就這麼很尷尬 就 我覺得這樣對觀眾很不好意思 因為那種感覺是 這種東西 我知道他可能在講什麼 但是我沒有辦法很明確的講給觀眾知道 我會覺得對觀眾比較不好意思 對啊 但是我又想要強迫他們陪我一起看 哈哈 這樣是好事啊 因為 因為 有一個動力 學日文嘛 因為 像 像我其實 學 學日文也才學一年多而已 然後 其實 你不要看我在日本 住一年 其實我還有很多日文是聽不懂的 不過 真的啊 真的啊 其實我 不是很用功 我不是很用功在念 說真的 因為 有一些 台灣的事情啊 然後 說不用功也怪怪的 好像說我來這邊是 沒有啦 反正 我來這邊不是 拼考試 所以 我不太 坐在書桌前面念 我比較常出去 那你有其他事情要忙嗎 嗯 其他事情是 一部分 但是我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出門去 跟日本人聊天 雖然我不太會講 可是 我大部分聽得懂 就是他們講一些日常會話的時候 我應該都聽得懂啊 所以 所以 跟 這個就跟 你在 聽 就是 完全在 電視上面聽的 方式 的感覺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你在電視上面聽 你聽不懂就過去了 你頂多就是 翻字典 那 直接跟日本人講話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當下問他 然後 你也可以練 繪畫 如果 如果他聽不懂的話 你再問他要怎麼表達 就他 才聽得比較懂這樣 就是 會比較清楚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 如果有一個日本人的話 就是 學日文我是覺得最快的方式 嗯 那 是該認識日本人了 對啊 你在台灣有認識到日本人嗎 嗯 沒有那個機會 你這樣 可是你這樣講害我好想要 是不是 呼籲一下 呼籲一下就是 有沒有日本朋友想要來給我認識的 呵呵呵 對啊 其實我發現臉書 還蠻多日本人 在使用的 如果 嗯 如果 如果臉 因為臉書算是 比較少 就 以日本 日本的使用率來說 如果是用 都用推特吧 對用推特比較多 嗯 嗯 不過還是有人在用 臉書啦 然後我也認識了好幾個 就是加了臉書 然後看他們的動態這樣 然後有時候 就 會回 用日文在回這樣 然後 有一些日本人其實 他們 是想要學中文的 所以 我是覺得 這 那 以那個 那個 語言交流來說 是還蠻不錯的機會 就是如果你們有機會 認識到日本人的話 就是 臉書先加一加 然後 之後有機會就是 聯絡這樣 嗯 這還蠻不錯的啊 對啊 蠻棒的欸 我也那麼覺得 嗯 然後 看來是應該要認識一下 真的 對啊 想辦法認識一下 日本人 不過也不是說 每一個日本人都 就是 很值得認識的啊 也是有怪怪的 就 不過今天主題不是這個 日本人也是有怪怪的 就是 要提防一下 哪裡都有啦 對 要提防一下 對啦 不限國籍啦 哪裡都會有怪怪的人啊 對啊 對啊 那 只是 嗯 請說 就是 學長你有在用推特嗎 嗯 我有在用 可是 就 跟臉書是同步的 就是 我推 我推文的話 推特就推 可是我 不太常看推特 嗯 我 我也是 我其實推特的話 我自己是 用來follow 會師的 欸日本好多 那種隨隨便便 畫得好強的 一大堆欸 天啊 嗯 就是 我很喜歡看他們的圖 日本的 文化吧 我覺得 因為 因為他們 他們就是 跟台灣環境比較不一樣 日本人還蠻鼓勵 就是 畫圖 這個部分 對 因為他們 他們漫畫本來就很 很 很 對沒錯 然後 再加上說他們一些周 周邊 或是一些他們的推 就是 除了漫畫之外 他其實也有 聲優 然後 遊戲 就是他們其實是 有很多專業的 然後最後是 嗯 合作起來變 一個作品 所以他們是還蠻多元的 就是 有喜歡配音的 就其實最後 也很容易就接觸到 東漫這一塊 然後 其實最簡單的是 畫圖嘛 因為 只要有筆的話 每個人就會畫了 所以 我是覺得 日本人就是因為 環境這樣子 然後他們 就 很容易就會 畫圖 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對 那如果像台灣的話 其實 畫 因為我 講到這個是 我相信有很多人 是想畫 然後 家裡不準嘛 對不對 真的 我就是曾經 就是曾經是其中一個 對 喔 那你是怎麼說服的呢 我其實也沒有說服欸 這個真的是 又要牽扯回來 實況這個部分 就是 我 我在實況之前 也是就像一般的上班族 然後 就是這樣子 就出了社會 十幾年 然後呢 在 出社會 就是差不多大概高中 因為我沒有上大學 大概就是 高中 高二高三開始 我家人就不太喜歡我畫圖 因為我媽就是那種比較傳統的人 然後就會覺得說 你這種 你那邊畫那種 畫畫畫 這些漫畫什麼的 這個 對啊 一點 一點前途都沒有 對啊 就是這老一輩 台灣來 老一輩 老一輩的人都大部分 那麼覺得 就是你就是讀書就對了 你就是做 將來有一技之強什麼的 就對了 你不要對這個什麼 這種動漫 這種 有興趣是沒有救的 嗯 那我就這樣子 放棄畫圖 然後 中間其實 就是當了一般上班主角 忙忙碌工作的中間 我曾經有時候也是 呃 對我還要講一下 就是中間我也就變成說 幾乎沒有什麼時間去追動漫 就是變成 真的是變成一個 不是一個宅女 就 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曾經 當然夜深人間的時候 也會想說 我想要拿起筆 再重溫那種畫圖的感覺 可是 完全 真的 那麼多年沒有畫 那個中間我真的完全畫不出 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你雖然說 你觀察力變高了 變什麼的 審美觀可能變得更 更怎麼樣了 可是 你那個手完全跟不上你的腦袋瓜 那個真的是 我很很長 就是那種 難過到會落淚 就是 覺得 我這輩子大概是沒有辦法再畫圖了 我曾經真的是這樣想 然後一直到我接觸了 就是要 又這樣因緣巧合之下 接觸了實況 當實況主 我就看 一開始我是直接就是 呃 在實況上面放自己的照片的 因為我 我不開視訊 是因為我不想要被人講啊 就是用什麼外表或者是 就是不管你講的好或不好 一定都會有人 就是評斷 或者是說 被你吸引而來 然後不是在看你遊戲 我不想要這樣 可是我可以放個照片 讓你知道是誰在玩 嗯 所以我一開始是 放照片 讓人家知道說 是誰 是這個台主 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又發現說 欸 怎麼大家好像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人設 可是因為我沒有灰石 我就想做自己畫畫看 對啊 那剛開始這個是拿到繪圖版的時候畫出來那個簡直是 很 真的很糟 就很不怎麼樣 對 就覺得自己那個技術大概只剩下 就是那個 國中 國小的技術了吧 就是那種 嗯 很糟糕 反正就是覺得完全 不符合自己現在想要的東西 但是就是慢慢這樣子 慢慢這樣繼續去練 就是多虧實況 真的 我很感謝實況 所以我現在畫的人設是 你當時設定出來的嗎 嗯 其實 其實不管是實況還是人設 我一直都很隨便 就是 名字 名字 為什麼很多人有時候會問我 為什麼要叫米娜嗎 然後 其實 只不過就是因為 旁邊有一本雜誌 然後叫做米娜 就是 然後我就叫 叫米娜 喔 嗯 然後 人設 那個人設也是 其實我那個人設的話 其實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那個人設是有帶黑框眼鏡的 然後 戴著 戴著那個 貓兒耳機吧 應該是狐狸耳朵的耳機啦 因為我不太想要用狐狸耳朵耳機 就是狐狸耳朵耳機這樣子 然後 嗯 那個是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本身就有 就是大部分會戴黑框眼鏡 然後頭髮是咖啡色的 優染嘛 優染 然後是咖啡色 所以我就很直接的 就想說 大概是自己 一個 比較貼近自己的一個形象 就這樣子 對對對 什麼都很隨性很隨便 這樣子 嗯 嗯 因為 剛好就是 講到那個 人設的部分 嗯 因為 因為講到畫圖 其實很容易就會講到人 人設 因為如果你有在開實況的話 就 嗯 因為 因為我 我這邊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我當初 為什麼會設計小戀這個角色 其實 其實他跟 一般人設比較不一樣 是說 他沒有一個 真的人 就 嗯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大概就分享一下 如果喜歡 設計一些角色的話 的一些方式啊 因為 最難的方式就是 沒有一個 可以參考的人 就是 連聲音都沒有的角色 你要去怎麼想 那 因為 像實況主 最常 接的就是 就是 就是把自己的聲音 就是想像成一個角色 這樣畫出來 那 小戀的話 他是完全沒有 那 我當時 其實就是跟一些實況主 在討論說 有什麼角色 是 是他們 最 最常 使用的 啊不是說角色 就是 有什麼東西啊 有什麼東西是實況主 最常使用的 然後最後討論出來 就是 一些 3C的周邊嘛 那 那我 因為 如果是3C周邊 那個範圍就縮小很多了 然後最後我就是 其實也沒有直接鎖定麥克風喔 我那個時候 就是有畫很多 小鏈 其實很多 還蠻多小鏈的 就 對 然後是提供出來給 一些 有在追 實況的朋友 投票 那 最後是 選出來 就是麥克風 所以我就把麥克風給生出來 小鏈就這樣誕生了 那 他是 一個 比較 順的方式 去推的 一個 角色設定啊 所以你們看到 小鏈是麥克風 他其實是 有脈絡 可循的 這個不是 就 壞了麥克風出來而已 隨便亂畫的 對對對 那 像是 如果是比較隨性的啊 其實 如果你 當下只畫一張的時候 其實會有點可惜 因為 那個人設 你可能要 給自己用 或是給其他人用 那用的時候 可能是用很長一段時間 那如果事前 沒有 沒有先考慮就是說 那個角色的發展性 有哪一些 或者是說 會不會跟其他 設定 就是 就是 會跟其他角色 太像 就是 如果你 這個部分沒有想的話 其實 你設定出來的角色 很容易被 蓋過去 或是說 他的特色不夠顯眼 這樣 所以我還蠻 首先推薦就是說 喜歡 畫圖的朋友 如果 對於 角色設定 有興趣的話 其實 你們要 好 在畫之前 就是 可能要先把元素先抓出來 或者是 多畫個幾張這樣 因為 如果畫一張的話 其實有點 有點可惜 是說 你畫完之後 不滿意的話 其實 沒有辦法直接改 那 如果你一次畫好幾個角色的時候 你可以把 好幾個角色裡面的 某一些部分 最好的部分 再把它融合出來 再把它融合出來 對 把它拿出來 然後再 再融合起來 這樣 這是一個 設定的方式 推薦 推薦給各位 這樣 那 也講到 小戀這個部分 那個 如果 有在追 Lamb Party粉絲團 的朋友 應該 應該會發現說 其實 每天都在更新圖 對不對 對 就是 如果 有在發 我會看好像有人畫嘛 是不是 有時候會有 蠻多觀眾會畫 對阿對阿 不過 目前 就是 如果沒有觀眾給圖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畫 因為 我是希望說 每一天都更新 然後 讓 讓大家知道 小戀 就是發生什麼事這樣 這樣超有心的 因為 這很有心 因為 因為 小戀這個角色 其實就 比較像是 一個 實況平台 延伸出來的角色 所以 也不是 我個人而已 就是 我會希望說 就是Lamb Party 就是 不管是不是 那個老皮 阿神秋風他們 主辦的Lamb Party 還是什麼Lamb Party 就是 就是 只要有實況主 就是 出來 舉辦 Lamb Party 其實我 都覺得 就是 對於小戀這個角色 都是有幫助的 那 我是希望說 Lamb Party Lamb Party 就是 藉由小戀這個角色 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 我才會想說 那 我 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盡量每天都更新 每天多更新 每天啊 每天啊 每天更新一張嘛 對對對每天 那 那 當然啦 就是如果有興趣 想要創作的朋友啊 其實也可以 畫一些小戀相關的東西 我可以幫你們 宣傳這樣 就 不管是 你人 或是 跟你們的角色互動 就只要有投稿到 Lamb Party 的粉絲團上面 我都會幫你們宣傳 因為 開Lamb Party的用意 就是幫各位 實況主曝光 所以我才會想說 就每天 就更新這樣 只要有新圖 就更新 只要有新圖 原來是這樣子 扯到 扯到這個 當然啦 就是 欸 可以 稍微 公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戀明天 他會 以一個不同的形式出現 那就請各位 期待 你這樣子 我好好奇啊 好 沒關係 明天我再去看粉絲團 好 那就明天 就是有興趣的朋友 就是 也可以 多多畫一些小臉出來 或是一些 不同設定的小臉 那當然 就是你們也可以 就是 發展出一個 屬於自己的 角色這樣 不管你們有沒有開實況 就是 我還滿 希望說 畫圖 可以 不是 畫某一個作品 而是你們自己去 原創一個角色出來 嗯 這樣的話 真的 角色才有 所謂的 生命 因為如果是 其他作品的角色 你很容易融入他的世界觀 可是你沒有辦法參與 那如果是自己的角色的話 其實你要怎麼發揮 都是你個人的自由 這樣 真的 對 我很少二創 我很少二創 因為 一方面是我覺得我自己的功力還不到家 不要糟蹋人家的東西 另外一方面是 我覺得畫我自己的東西 比較自在 嗯 我是 就有點像學長 你講的那種感覺 嗯 你畫自己的東西 你想怎麼畫 那是我的事情啊 我不用 因為 二創的東西 要去 因為二次創作的東西 有時候你可能還要 就是像你講 被 要融入他的世界觀 或者是怎麼樣 你會被一些東西束縛住 嗯 我是那麼感覺得 對啊 沒錯啊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我 因為我 講到我一開始 畫圖的時候 我都是畫 二創 嗯 正常還是都這樣嗎 對啊 我畫了好長一段時間喔 然後 最後發現說這樣不行 因為 有很多風格我就不會 因為不是自己會的 而是 你去模仿 畫出來的那個風格 然後最後就是有點不習慣 所其他的 上色的方式 就是已經習慣了 就是之前模仿的那個風格 嗯 所以 是有花一段時間 再 摸回來 要不然的話 其實 呃 我當時的風格就只有一種 然後 那現在畫到現在 其實有好多風格 然後 呃 像米娜的話 妳 當時 創作的時候 妳有沒有刻意去 參考 哪一些風格 去練習 有啊 有 我一開始 我第一 我什麼時候開始畫 我大概是五年級的時候開始畫 然後一開始就是因為 美少女戰士 嗯 對 那是多少少女的夢想 有沒有 就 就是因為看了以後啊 然後就覺得 哇 畫得好漂亮喔 然後 我也想要畫 然後所以就會開始就是 畫那種大大的眼睛啊 什麼什麼的 嗯 對 然後大概畫到 畫到 其實我覺得大概畫到 高中的時候 我大概是高二高三的時候 不能畫嘛 大概是高一的時候 我就就漸漸發現自己有自己 就是 不太 不再喜歡畫那個眼睛那麼大了吧 還怎麼樣 我不知道 就稍微自己會有一點自己的想法 不過也是 就僅持到那邊就斷掉 然後 這次 就大概從 我是去年四月的時候吧 又開始畫 然後 然後 那時候發現自己的畫風 就是一剛開始還是會停留在以前那個 那個階段 嗯 現在的話 因為 不管是小朋友啦 還是說作品啊 什麼很多都很很棒 然後你這樣子看啊 看啊看啊看 其實我覺得自己 你說完全有沒有去模仿別人 應該你這樣子看啊幹嘛 去學習一些東西 應該都有吧 嗯 應該算是都有 嗯 嗯 都有 比較 啊還有那個黑直視啊 大概是像那種 就是比較那種 我知道 有點 比較美型的那種畫風吧 所以他們的一些 畫的方式幹嘛 我大概稍微看一下 只不過 也是學不太起來 看歸看啦 只是說學不太起來啦 呵呵 你是指那個 上色嗎 還是說 他們的 人物的 肢體動作 人做 人物的肢體動作也好啦 還是什麼的 對啊 欸骨架超難的欸學長 骨架是還蠻難的 真的 難到一個爆炸 可是 我覺得最難的是背景 喔背景 真的 啊 嗯 背景是最難的 我覺得骨架反而還沒那麼難 那 不過你真的要跟其他東西比起來 骨架真的算 還可 還可以 喔 Tony Tony很棒 Tony我也有 我也還蠻喜歡他 他的女體畫的很棒 嗯我知道啊 Tony其實還蠻有名的 那 他是男的 他是 我知道 你知道嗎齁 那個 其實他那時候有來台灣 那個 簽名會啦 就是台灣 我覺得不知道幾年前了 那 我那時候也才知道Tony 是 男生這樣 而且走外路上我都不會注意的 男生 就是沒有特別的 就是 覺得說 他是個插畫家 沒有特別的出色 還是說顯眼 那種感覺 沒有很顯眼 可是也不會說不出色啦 就是 很一般的日本人 那 那 然後 這個就有點像是說 有很多 插畫 畫插畫的朋友 他其實跟實況主很像 就有很多實況主 他們是 不會露面的 很多有聲音這樣 那 有很多畫圖的朋友是 他們頂多就是PO作品 可是他不會 跟 網路上面的人 就是聊天 就是像我們現在開實況這樣聊天 所以 就剛好可以帶 帶來現在 這個部分 就是 我是鼓勵大家 多開實況 不管你們 喜歡畫圖 還是說喜歡配音 或是唱歌 其實我都還蠻推薦 就是你們可以藉由實況去多認識一些朋友 真的 說不定就可以認識到一些 跟你有同樣興趣的朋友 然後可以 可以互相 交流 就是 經驗啊 或者是說 呃 反正就是 當作一個平台 嗯 大概是這樣 嗯 然後 我也是那麼覺得 對啊 對啊 你也那麼覺得 我不是只把實況 我不是只把實況 當成 介紹遊戲 玩玩遊戲而已 嗯 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實況啊 就 對我來講 是一種 分享生活的方式 對我來說 我不是 其實我不太喜歡 嗯 我不太喜歡 什麼 玩FB啊 還是幹什麼 其實對於那種 就是一些網路的交流平台 我 其實 很懶的更新 嗯 然後 幾乎也 不太喜歡去碰那個 只是 就是 實況的話 我還蠻 蠻開心的 因為 藉由這種方式 讓別人 就是 認識你 可是 有沒有認識我沒有關係啦 但是 我至少我可以把我覺得有趣的東西 我喜歡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這是我覺得 這是對我來講 嗯 一個 實況很重要 對我來講很重要的地方 嗯 喔 其實我 其實我會開實況 其實也沒有多 嘖 就是 也沒有像 我剛才講的這樣 就是沒有想很多 我就開了這樣 我至少會開實況是因為 剛好有認識的朋友 他也在開實況 所以我就跟著開了 然後 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實況 根本就不難啊 因為我當時 想說 實況應該很吃資源嘛 就是電腦資源 然後 就沒有想說要 主動開 然後 最後因為認識了 老皮之後 其實也不是說認識老皮啦 很久之前就認識他了 只是 不知道他在開台 然後我就 也跟著開 然後發現說 其實實況 沒有很困難 因為 我這個 因為我現在在畫圖 這一台其實就是筆電 它不是桌 桌機 其實就可以開了 嗯 而且還發 而且我還發現說 除了開實況之外 其實 可以邊 畫圖 然後 邊聊天 這個 就變得是說 時間就可以 比較 嘖 比較充裕了 就是 嗯 不用畫圖還可以邊聊 因為如果畫圖的話 就壓縮在一起 對對對 壓縮在一起 不用說分開幹嘛 對 要不然就是說 你在畫圖玩 然後再找別人認識 在聊天什麼的 對 可是我是覺得 可能要習慣一下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說 你畫圖都可以 邊聊天邊畫 就邊聊天 對對對 對 這個是有點難度的 不過我鼓勵大家 試試看 就是 你可以 一邊畫圖 然後邊找人聊 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練習自己的 應對方式 因為 因為不要看我現在 講話順順的 其實我 我剛剛有 有好多個部分 都是講到 忘記我剛剛在講什麼 我會忘記我之前講什麼 因為我在畫圖 正常 正常 對 這還蠻正常的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 練習方式 比較 極端啦 就是 可以強迫你邊畫邊聊 然後 會 會強迫自己 就是剛才講的事情 在腦中想一遍再講出來這樣 就 其實這個跟 其實這個就有點像是 除了畫圖之外 你要多出去走走的意思很像啦 只是我現在是邊畫圖邊聊 就是用網路這一塊聊天 因為 因為像 我以前畫圖其實很少出門的 可是那時候也不知道實況啊 所以 自從我接觸實況之後 我發現 其實在家裡 跟出門沒什麼兩樣 因為可以 直接用網路上面跟人家聊 嗯 真的欸 真的欸 像 像 我自己啦 有時候開台畫圖的時候啊 也是 可是 可是我會變成 就是 沒有辦法到 就是 完全很專心一直畫 會 有一點點 對啊 也是有時候會傻住 然後啊 剛剛講到哪裡了 或幹嘛的 的確啊 對啊 而且會變成我的進度會變很慢 不過我還是覺得蠻好玩的啦 就是 其實 其實對我來講就是真的只是說實況分享我自己喜歡的東西給大家 然後去認識一些 呃 也是對這一塊有興趣的人 嗯 嗯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米娜你在畫圖 你最多可以畫多久 就是一次 我一次喔 嗯 10 10個小時 吧 10個多小時應該會吧 好 就是都坐在 坐在電腦前面 電腦桌前 對如果說當我在那邊 這樣 我有時候這次會畫到就是 明明想要睡覺 可是我還是想要繼續畫 對啊 嗯 這還蠻正常的啊 如果喜歡畫圖的人是 還蠻正常的就是會畫到 不想要休息 就趕快 就想要把圖趕快畫完這樣 一定最少最少也要到一個自己 當下覺得告一個 哪一個段落 然後 嗯 才甘心去睡覺這樣 喔 欸所以你現在畫圖 會不會畫到說 就是 越畫越不滿意 然後最後 那張圖就 沒有繼續畫下去了 啊蠻長的啊 還蠻長的 蠻長的 我一直都覺得我的東西很糞 很糞嗎 不會吧 應該不會啦 因為我有看過 沒有沒有沒有 就 怎麼講啊 還是 就是 沒有到我自己 真的很滿 因為 就像 剛剛有講到說 畢竟我們現在 像我現在也是有點年紀了嘛 那可能 有時候一些審美觀啊 一些觀察力啊 比起小時候 還是進步蠻多的 那 你會看說 人家的一些東西 真的那種很厲害的人 他畫出來的東西什麼 我怎麼可以那麼棒 我怎麼自己紮成這樣 天哪 我到底在幹什麼啊 就是 會有這種感覺吧 所以會常常覺得 這什麼東西 我畫這什麼鬼 然後就 這個就代表自己有進步啦 所以下一張會畫得更好 就還是要努力啦 其實 其實 其實多看別人的作品 就會 促使你想要繼續進步啊 這個 我覺得還蠻正常的 所以不要說就是 看到某一些人的作品 你覺得他好厲害 然後覺得自己 怎麼都不行 就 就有點 喪氣了 其實 每一個人都會 齁 這個難免 只是要看 自己要怎麼克服啦 那 其實像我其實畫到現在啊 又很常這個狀況 就是 看到網路上面那種 畫得很厲害的 朋友 對啊 然後想說 我到底要怎麼 跟他們一樣這樣 然後我最後就 發現啊 其實這個問題 好常發生喔 最後我就想說 就 反正就是 一樣看嘛 那 反正 自己遲早都會進步啊 所以就是 你可以把那張圖 先分析一下說 你 最吸引你的部分 是哪裡 然後 你可以先 做一下 紀錄 或者是說 把圖 存起來 可是沒有 沒有說 你要造草 就是你存起來 然後隔個 一段時間你再看 然後 等你看久了之後 其實 你會有一些印象 然後到時候 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也可以 就是憑著那些印象去 創作自己的作品 就 有點像是 靈模 可是它那個靈模就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說 你有經過 記憶的 你 你不是直接造草 你會 所以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會把自己 覺得 印象最深的地方 給 畫到作品裡面去 這樣久了久之 你的作品就 不會說完全模仿誰的風格 而是你自己消化過的 對 這是一個練習的方式 那 我是覺得 畫圖這個部分 因為我剛剛有看到 有朋友說 我畫圖是興趣還是工作 像米娜的話 你在接觸畫圖 你是把它當興趣嗎 還是說 你希望之後 你要把它轉換成工作呢 對我來講 現在實況是我的工作嗎 那 這也就會變成算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吧 漸漸的 對 漸漸的 因為 往後 我也是會想要 可能 出自己的小卡周邊 大概像這種小東西 對 因為有時候像 比較知名的 比較知名的實況主 他可能是 有很強大的會師 然後幫他 幫他畫這樣 然後可能就出明信片嘛 出一些套卡 或什麼什麼 一些杯子 什麼等等的 對 然後 可是 我的話 我覺得如果哪一天 我自己可以做到這樣子 而不是 藉由別人的手 雖然我現在的會師 也都很強大 但是 我 一直都不是那種 很好意思 去跟人家要圖的人 你願意有時間畫給我 我很感動 但是 如果能夠我自己做到的話 對我來講 我覺得比較沒有那個壓力 嗯 嗯 我 是 是 的確啦 因為如果 有跟別人合作 真的是 比較不方便 就是 跟人家講說 就是幫自己畫圖這樣 因為 因為畫圖其實其實是花時間的 不管他 多 就是畫得多簡單 其實都是要花時間的 就是像我剛才講的那個 人物設定這一塊 你不要看他就是畫一個東西出來而已 我 我那時候 創作小戀 嗯 畫了25隻 才生一隻而已 所以你們不要覺得說 就一個角色 就 就 就花 一點點時間就生出來 其實前面有好多隻 我是 我是被淘汰掉的 然後最後生出小戀這隻角色 其實有很多角色都是這樣子生出來的 那 這個的話 其實就變成是說 不管那張圖多簡單 當你要麻煩一個人去畫圖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 嗯 那個人是花了多少時間 在 練習繪圖這一塊的 在整個上面 對啊 所以 所以 不是說今天 圖很簡單 幫我畫一下好不好這樣 其實我 我當實況主之後 其實有蠻多朋友就會 跟我說他是實況主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幫他畫一張人設這樣 我還蠻常遇到這個問題的啊 會欸 會 你也會嘛對不對 會會 那你會怎樣處理呢 因為我現在 基本上我不認為自己是會師 嗯 所以 我不打算接 接 接這種 委託 我自己都畫出來的東西 我自己都不滿意了 我這種不滿意的東西 我只能畫給我自己 我不想要 嘖 對 我不想要去把這個 給人家啦 那除非說是那種很好的朋友 我是那種 因為想要送圖給他的那種心情的話 嗯 對 那個是另當別論 可是如果說你要還拿這個東西去 嗯 去去去像這樣委託比較正式的東西的話 我可能 就 對我是用這種方式去 拒絕掉 嗯 像我 我的 其實我的方式比較極端了 就是 我會問他 他的開台狀況 然後 他的頻道有幾個人追蹤 那他是不是會付款 那或者是說也希望長期合作 那甚至說自己實況的規劃是什麼 我會問比較細喔 然後其實有很多人那時候就說了 就 我一定會 因為他根本沒有考慮這麼多 自己開實況的動機是什麼 那你要拿這張圖要幹什麼這樣 其實 你要委託別人之前 其實 最好是自己 去思考一下說 那張圖 就是為什麼 要麻煩別人畫 那 你的 分析的點是哪幾點 這樣才能跟別人談合作 那如果不是談合作的話 純粹要別人畫圖的話 我是覺得 呃 有點太 過分 隨便吧 我覺得有點隨便吧 有點隨便齁 其實 其實 我覺得如果 以合作的話 其實 如果合作方式隨便的話 其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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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禮貌了 嗯 如果是合作的話 那如果是一般朋友的話 的確是隨便 那如果是不認識的人 那就是 就是很過分 因為 不認識嘛對不對 如果朋友就算了 你還可以當下直接跟他講說 呃 可以提一些建議啊 可以提給朋友一些建議 但 我還是希望說 畫圖這一塊啊 就是 你們自己先試試看 那 之後 畫到一定程度之後 說不定你可以自己畫 畫給自己 你就不用再麻煩其他人了 對啊 真的 其實畫圖跟實況很像 根本就不難 只是需要花時間而已 就是看你願不願花時間 對 對 嗯 大概是這樣子 我 因為其實 誰都會 都不是說馬上一開始就很厲害的 嗯 誰不是實況啊 還是什麼 就是 有一些東西 你看似很簡單 但是你不是真的去做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資格講 那個看起來很簡單 我是那麼覺得啦 然後 像 嗯 就是 我開始 最近比較平凡 有在畫圖或幹嘛 就像你講說 會 會有一些小朋友就會講說 阿米娜姐你幫我畫人設 而且 而且那種感覺 感覺起來 你說口氣禮貌就算 還有一些那種 好像一副我欠你的咧 我這個人講話是很直啊 就是 我這個人個性比較直 所以我會覺得說 阿神要我欠你喔 就是 就 所以這種 嗯 我不知道這種現代小朋友 是怎麼在看待這些事情 我覺得也不是只有小朋友 大概真的是跟台灣還是怎麼樣 就是 就是 嗯 長輩 對於 對於 就是 繪畫這種部分很不尊重 所以 養出來的小朋友 也是對於這一塊很不尊重 嗯 這個問題其實 我在 跟別人 訪談的時候 好常聊到 台灣的 的教育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小朋友 會不尊重專業 然後 最後才發現說 其實 小朋友就是有樣學樣阿 因為 大人就是不尊重專業嘛 就譬如說 今天 今天有一個設計案 那 我 我大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 我是 一個 設計人 就是 平面設計的 呃 員工 然後有一個朋友 他是做水電的 那 他就 問我說 可不可以出個設計圖給他 送給他 送 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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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水電朋友 為什麼 可以跟我要圖 那 我就 問他說 那 我今天 我的浴室要更新 你可不可以幫我來 就是 施個工 殺必死這樣 他就不願意了 對啊 那這意思很像阿 為什麼我今天 畫圖 你的專業可以這樣 我的專業就不行 對對對沒有錯阿 對啊 其實就是 我是覺得 台灣這一塊 是需要加強的啦 因為如果像 日本的話 對 因為剛好有個問題 他在問我 那個 有一個觀眾在問我說 呃 那個 本科系出生這個嗎 對對對 本科系出生 呃 自己非本科系 但喜歡畫圖 然後可不可以 接觸這方面 甚至去日本留學 我覺得這個 要分開看 因為 嗯 並不是說 你會畫圖的人 就是本科系的 就可以一定到日本 呃 嗯 就先分開啦 就先分開啦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畫不畫圖 跟去不去日本 沒有關係 對 沒有錯 那我就先針對 畫圖這個部分 畫圖的話 也不是說 你本科系 就一定畫得很好 要不然就是說 你不是本科系 就一定沒有希望 你只要願意畫 其實 你在家裡都是練習 你如果是本科系的話 頂多是去學校練習 然後去認識更多跟你有同樣興趣的朋友 那 如果你不是本科系的話 你其實自己練習也未必說 比本科系的學生來的差 因為我這邊看過很多本科系的朋友 他們其實是會對話圖沒有興趣的 那他還是在念相關科系啊 我這邊有這個狀況 那 其實 我是覺得 只要有興趣啦 你今天就算不是本科系的 你也會想要去畫 那 所以這個不是什麼問題 你不是本科系的 你喜歡畫圖 你就繼續畫 那之後 是不是要把它轉換成 專業 就是 看 你是不是有辦法繼續持續 因為 畫圖這個 東西 並不是說 你今天要接案 就有辦法接了 那 這個是需要 你去接案子 那 有沒有辦法接就是看個人啊 那 這個其實講了就有點 負 就 就會有點久 怎麼接案 然後 然後 如果別人委託的時候 你要怎麼談 這個 這 這都是要經驗吧 我覺得 真的 沒有錯 就是 人家 因為 你去談案子的時候 就有點像是說 你要怎麼去 行銷自己的東西 因為畫圖是最簡單的 你就把作品拿出來 然後看對方想不想 買 然後就這樣談合作 那另外一種方式是 別人邀請 就有點像我們剛才講的 可不可以畫圖給我啊 只是他的 他的意思就變成是說 我今天可不可以跟你買圖 那 那如果對方是付錢的話 他就有 有一些 技術上面的需要 就是你可能要 哪個地方要修改 或者是說 這張圖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說你要畫圖之前 到底要畫什麼 就必須都要討論過的 所以 這個就是溝通能力啦 這個跟畫圖就比較不一樣 可是他也很重要 那 因為剛才是說把問題分開嘛 那我就講到日本留學好了 那再講日本留學這一塊啊 那米娜你 有沒有 在計畫 就是你在 自學日文到一定程度之後 你就直接來日本留學 有沒有這個計畫 如果 如果 呃 如果 說真的 有那個機會的話 其實 嗯 我應該是會先 就是可能先去玩個幾次 然後看看有沒有 就是會先做功課 然後再去評量 再去 對 衡量看看說自己適不適合 如果真的說 考慮到很多東西 發現說自己 呃 能力也夠 然後經濟狀況到時候 我也允許 我可以去 去那樣子的話 當然當然要去啊 怎麼可以不去呢 沒錯 但是不管怎麼樣來講 我覺得 就像剛剛這個朋友說 有有興趣的東西 你做就對了 這個跟你在哪邊 嗯 我覺得其實沒有太大關係 而且現在網路 非常發達 你有沒有去到那個地方 我覺得 不 不是那麼重要 嗯 不過如果說你真的 到時候你的 狀況允許的話 你要去那也不遲啊 嗯 我是這種感覺 就像我現在 剛剛學長你問我說 學日文什麼的 如果我先學到 我覺得OK了 我自己 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就是 到時候還有那麼 高的熱情也好啊 還是說 就是能不能應對 那邊的生活 什麼什麼的 我再去慢慢的 做下一步嘛 先去玩 還是怎麼樣 做更多功課 再考慮我不要去那邊 留學啊 你現在就想到說 那你 怎麼樣就是 將來怎麼樣 我覺得不如說 你現在先做 不要管本科系 就像大家講的 是本科系 你沒有愛 你畫出來 它是一樣 就是不OK啊 對啊 那如果有愛的話 有愛的話 你管你是不是本科系 就是 技術到了 也是 對啊 誰還管你是不是本科系的呢 你技術到了 人家也會把你當成 跟本科系一樣的神一樣 你怎麼擺啊 的確啊 因為我有些朋友是 嗯 不是本科系的 他其實 畫圖也很厲害 我也是有認識到這些朋友啊 那 我 因為我剛才講到那個 留學嘛 我的狀況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為什麼會來日本留學 嗯 我其實沒有給自己 太多的思考時間 我就來了 我很 我很衝 就是 也不是說 今天有機會就來 我是 今天是 今天是 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我發現 呃 台灣的環境 其實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那 就當我要離職之後啊 我想說 如果離職 一般人是 找工作 繼續找工作嘛 那 找 如果 要找 要換工作的時候 第一關一定會先 遇到自己的父母 那 你要跟他講 為什麼工作要換 然後 然後問題是 出在哪裡 或是說 你什麼都不講 你就直接換工作 然後長輩也不知道 可是通常 嗯 都會讓父母知道 會比較多 那 我的方式 其實 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說 我如果今天換工作的話 要另外去找一個新工作 其實 嗯 沒有 沒有 沒有很 沒有很簡單 因為 找換工作 然後找工作其實 本來就有點難度了 那 所以我就想說 我今天 是不是可以出國 那 因為剛好 因為之前 工作一陣子 又存一些錢嘛 那 我就出國了 但是 喔 還有一個但是喔 但是 出國很簡單嗎 嗯 嗯 就是 我 我必須說 長輩 是一個 關卡 因為出國的時候 就 一定會先 遇到錢的問題 那 如果不是工作一段時間的朋友啊 因為錢 應該都是不太夠的 所以是需要 家裡的支持嘛 那 如果 我家人反對你出國留學的話 那 你也就只能自己賺錢 對 這個是 一個方式 那我的方式其實 呃 我家人反對 我出國念書 齁 他們極力反對喔 可是我還是來了 為什麼 對 為什麼我還是來了 因為 我跟他們 溝通過 然後 然後 因為 我 我 我 那時候 我大概講一下我那時候離職以後啊 我 我給自己 兩條路走 那 我 當然這兩條路我就直接跟我爸媽講 就是 第一點就是說 今天 留學 留一年 就是 一年的生活費剛好是我以前存的錢 就是 花完就一年 那第二條路就是 你們 資助我 然後 我在日本留兩年 對 沒有第三條路 沒有第三條路 我那時候就講沒有第三條路 第 因為第三條路通常就是說你就換工作嘛對不對 然後晚一點才出門 對啊 我媽有跟我這樣講 然後我就說 呃 這個不行 因為我 資料已經準備了 然後也已經 也已經 寄出去了 錢也已經繳了 嗯 我說的是報名費 就是 嗯嗯 報名費 然後最後他們就 也沒辦法 他們就同意了這樣 那 因為 畢竟是父母啊 他們也希望說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國念 出國生照 或是說 找工作 這個是還蠻正常的 所以 通常 我必須講 通常 長輩會 反對 並不是說他真的不想要你出國念書 他們只是擔心你在國外不適應而已 對 對 對 會不會想很多啦 其實應該說會擔心很多 因為 離一離就離那麼遠 他看不到你 他不知道你會 變成什麼樣子嗎 嗯 會有很多種擔心啊 沒錯啊 我這邊就分享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 呃 出國不困難 就是 你只要有錢 甚至你沒有錢 你還可以出國 就是我等一下要講的 那個 留學 他有分 他有分 兩種 那 留學打工 對 就是打工的話 他的 費用就 沒有很高 那如果是留學籤的話 就是你要一些存款證明 那如果是 打工有學的話 其實 你戶頭 以日本來說 戶頭只要 有八萬就好了 你就可以申請 打工留學 那如果是留學籤的話 呃 他要有 100 所以 這比較困難 對這個比較困難 所以通常都是需要 家裡人的支持 那如果沒有 家人的支持的話 其實 你 打工度假 你還是可以來日本 而且 難度並不高 八萬塊應該還好吧 就是如果 八萬塊還好啊 還好 對啊還好啊 就是以日本來說 是真的 沒有什麼難度可言啊 我必須這樣講 比較難的就是 你的日文有沒有一點程度 真的 真的 真的是比較難 真的 你如果說在那邊 連 就是一個基本的生活的一些東西 你就 都很有難度的話 我覺得 你 人家怎麼說呢 人啊 還是一個群居的動物嗎 嗯 沒錯 那一個溝通 還有一個 一個那個 就是相處 還是蠻重要的 你要在一個異地 要什麼都靠自己 然後還完全不會 沒有辦法溝通的話 我覺得那個實在是 太誇張了 對啊 對啊 不是說在台灣 你隨便搬到一個 鳥不拉基 就是一個 對啊 一個地方 然後你自己從 從新開始或什麼 嗯 我覺得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 對啊 因為再怎麼樣不像台灣 嗯 的確啊 我的狀況 其實就真的是 來日本的時候 我 那時候一個人在機場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講 然後 完全不會喔 完全不會講喔 然後就是 就是看到那個學校的牌子 我就跑過去了 然後那邊集合 那 是 有這個經驗是還蠻特別的 因為 因為 沒有多少人 感 就是在日本 就是 完全不會日文的狀況下去 日本 完全不會日文 我那時候只會50英而已 1.650都沒有 只會50英 只會50英 只會50英而已 這應該也不算幾次吧 就真的只會50英這樣而已 真的真的真的 太神奇啦 因為沒有給自己太多考慮時間嘛 因為 雖然說 以前就有想要去日本了 但是 沒有真的去規劃說 我去日本要幹什麼 然後 我之 我之所以會來日本念書 其實有很大一個原因就是 日文嘛 因為我那時候工作 是在日商工作的 那就先不講說 為什麼我在日商工作 不會日文這一塊 因為 有很多日商公司 裡面是很多台灣人的 所以 對啊不需要 是不需要 所以是不需要 那 我那個時候就有認識到一些日本朋友啦 就是在公司裡面 所以我是希望說 就是 哪一天我也會日文的時候 直接跟他們講日文就好了 那 這個是一個動機啊 然後也剛好就是離職之後 就是準備出國了 而且那時候是第一次去日本喔 嗯 就是直接來留學了 不是來玩的 嗯 所以 也是 也是有這個案例啦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如果 今天 有機會了 那 要出國就走吧 嗯 因為出國就是很難得 他也不是說不好 嗯 就 就我感覺啦 太眼界啦 太眼界什麼的都很好 就我感覺說 嗯 其實 你想不想出國跟 你要出國做什麼 可以分開啊 就是 你如果今天很想出國 那 等你到國外之後 你再去想說 你今天要幹什麼 這是一個方法 但我 並不是說一定要這樣 但我也希望說 大家就是 先考慮清楚再來 但是這個有個問題是 通常 你時間久了 你就 會 不敢來 喔對 想越多 然後什麼 擔心的點啊 什麼的 那個動力會下降 沒有錯 因為你 你花了很多時間去考 考慮說你要不要來 然後 就會 遇到一些 朋友同樣的狀況 就是 以前說要來 然後最後就 就 也就沒有來了 頂多就是 來 來遊 來那個 來玩的這樣 嗯 就是沒有 沒有想說要來這邊 留學了 因為已經花太多時間 去考慮了 那想到很多問題之後 最後就沒有來了 又滿可惜的啦 這個部分還滿可惜的 真的 如果說 我自己的個性化 可能會跟學長 也有點像吧 嗯 如果說真的就是 呃 有那個能力 有那個機會的話 我一定是二話不說 就是 那種 就我會做一個 對基本上 應該還是要有的一個 功課 大致上做一下以後 就 就走啦 對啊就走啦 就走啦 就走啦 想那麼多呢 因為今天又不是說 我們還要一開始 還要考慮錢還是什麼 如果說你說最基本的錢 家人什麼 都同意了 嗯 那 why not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而且我發現出國留學 跟開實況很像 嗯 你知道什麼嗎 跟開實況很像 為什麼 就交朋友嗎 還是 不是不是 開實況很簡單 那 有很多人會問說 怎麼開實況 可是網路上查就 就有了 對啊 出國留學也沒有很難喔 網路上查就知道 怎麼去留學了 真的 就是 也是因為很多人會分享嘛 對 因為 我那時候以為出國很難 那 我花了一天時間去查網路之後 我發現 幾乎沒有難度啦 真的沒有難度 就包括我連日文都不會的時候 我還是有辦法來啊 就 所以我是覺得說 只有我想來跟不想來啊 就沒有沒有說你 到底能不能來 如果想來的話 其實有很多問題 你之前就會自己克服掉了 對 因為你想來 嗯 大概是這樣子 也行 當然 這是 這個只是參考啦 也不是說每一個人都一定要這樣 因為出國畢竟你要 你要做很多決定 那你會犧牲掉一些事情 那 當然也有好處 但 至於犧牲掉什麼事情 就 你可能就來了之後 你才慢慢體會啊 嗯 也是啦 嗯 嗯 對 對 你剛才說什麼 我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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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去想像 雖然不能說完全體會 我覺得大概 懂 懂 因為你畢竟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在現在這個地方 你要割捨一些東西 應該說就是因為有點像是分岔路吧 你現在選擇這邊 你選擇這邊的技能 可能另外一邊的技能 你就要先 繞了一段路 或者是你真的就是不能去點那邊了 嗯 我覺得有點這種感覺 對啊 你就是 如果可能運氣好的話 你可能就是 還可以就是回來之後 還可以再繼續學習 現在這邊停下來的事情 但是 也有可能你就是直接 在另外選擇這一條路上面 就是直接這樣走下去 就是一定有捨必有得啊 嗯 嗯 對啊 嗯 對 那如果今天 今天你有機會來留學 那你會選擇 日本嗎 我當然選擇日本 我不考慮其他國家 不考慮其他國家 那你有沒有 完全沒有考慮其他國家 那你有沒有先 想說是哪 哪個地方 因為日本還蠻大的 我可以要求在東京嗎 東京喔 可以方便問為什麼嗎 因為這樣方便我追行 欸真的欸 因為東京真的還蠻多 對啊 還蠻還蠻多活動 就是不在東京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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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我喜歡的聲優 他們的好像都是在新宿 吧 他們的公司都在新宿啊 對啊 我印象中好像是 而且 對 東京的話 其實 東京 如果你真的選擇東京的話 呃我只能說 那邊消費 我實在會很 對啊消費很高 還蠻高的 要不然就是可能附近 可能就是 可能附近 千葉線 千葉線啊 或什麼的 對啊 然後我會很想去高枝玩 對 一直很想去高枝 對 去玩的話想要去高枝玩 嗯 對因為 因為東 東京我沒有辦法分享 因為我本來就不在東京 我這邊只有 喔你在在哪邊 我在大阪 在那個 喔大阪 在那個 關西 關西地區 因為剛才講的東 東京是 關東了 我知道我知道 那 關西的話 嘿請說 人家都說啊 人家說大阪的東西好吃 怎麼樣 分享一下啊 呵呵 其實日本的東西 很重口味 很重口味 比我們台灣嗎 比台灣還要重 居然 真的真的 然後 好吃 是 真的好吃 因為它口味重啊 但如果你習慣吃 清淡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會不習慣 可是也不會都要不好吃啊 頂多就是太 太鹹 或是太 太辣這樣 喔 嗯 啊 因為我是有聽人家說過 好像很鹹 但是 我想說會不會是它剛好吃到 比較 不ok的店家 這樣子 嗯 大部分都偏鹹 因為 是外食的關係 喔喔喔喔喔喔 可是我是覺得如果有機會來日本的話 可以嘗試一下啦 嗯 那什麼叫做重口味 一定嗎 就是要嘗試一下就是 吃拉麵就知道了 因為我覺得 日本最 最鹹的大概就是拉麵吧 你如果可以接受拉麵的狀況的話 你其實在日本吃很多食物你都會習慣 很多 像 我自己本身也很想要吃他們的拉麵 沒有錯就是 我看人家也是都是講拉麵很鹹啊 所以我就想說 嗯 好想要試試看所謂的鹹到底是有 有 有多誇張 而且他們對剛剛有 你們這邊有觀眾說什麼 東西 呃 超甜 我是覺得他們的東西 蠻精緻的拉 嗯 甜點很精緻啊 什麼的 對啊 是真的 大阪 大阪的話真的東西會偏甜啊 的確會偏甜 所以我還蠻喜歡吃的 因為我本來就 比較喜歡吃甜的 嗯 我不是 我不是只甜食喔 是那個他們的口味 口味 口味喔 他們雖然說 比較鹹 可是他會有點甜味 嗯哼 對啊 然後 就是這樣子 那 因為其實大阪的東西 你 其實 我覺得啦 還蠻好吃的 嗯 因為我第一次來 大阪的時候 我第一天就是跟朋友去吃拉麵 那 我 到現在我印象都還 都還記得 當時候吃的那個 拉麵 就是 他很 重口味 沒有錯 可是 我在台灣沒有吃過那樣的拉麵 就是他很濃郁 很濃郁 很濃郁的那種 是吃臀骨嗎 他那個拉麵 也沒有說是特別的某種口味 因為他是一個店裡的招牌 那 他是綜合的 他有臀骨 然後也有醬油 反正他就是綜合湯頭這樣 嗯 有機會就來看看吧 但是我必須說好吃的拉麵 嗯 觀光 書 上面 沒有 我也覺得欸 我也覺得 那個 有的那個真的是 像是那個 真的是 像是那個擦籃阿 擦龍阿 或是那些什麼 那個 避風擦什麼東西 呃 我覺得不是很好吃拉 我感覺上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好吃 但真的好吃的是 日本朋友推薦的 那個一定都要在地的人才會知道 對對對 在地的人推薦的 我就是發現說那邊的拉麵真的還蠻好吃的 欸 當然就是重口味拉 嗯 可是就是 OK啦沒問題 喔我吃一兩次OK啦 嗯 我覺得倒還好重不重口味我這個 嗯 我是還可以接受 對我是可以接受 嗯 嗯 然後像是 就講到大阪 他其實除了拉麵之外 大阪的名產是 大阪燒跟 章魚燒 對 嗯 你好聽說有那種巨大章魚燒 嗯 巨大章魚燒 我在日本還沒看過耶 我是有在台灣看過耶 喔是喔 對好奇怪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灣自創的 哈哈哈哈 因為 因為大阪的章魚燒是 大阪的章魚燒是 大阪的章魚燒是 軟的 它跟台灣的比較不一樣 嗯 軟的 你說連那個皮也軟軟的 皮是軟 嗯 它 它 它沒有脆脆的 它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它口感是 完全不同的 嗯 對啊 講了那麼多 你 真的會來嗎 哈哈 我是真的是想說 不過那個真的還是要先努力一陣子 因為我就現在的話 日文真的 還要再學阿 因為 我覺得現在的我真的是 完全不行阿 就我剛才講的我 我只會50英我就來啦 所以應該 日文還好啦 日文還好啦 日文還好 因為我發現阿 我發現我那時候50英學來之後阿 因為我那時候在台灣 有去補習班先學過 我花了三個月 50英OK 然後簡單的繪畫 那 我來日本之後阿 我同樣花了三個月 嗯 其實進步蠻快的耶 光是會話 因為你一直都是聽到這裡 你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聽阿 會話 可是雖然說 聽 因為環境的關係很常聽到日文嘛 可是 如果是申請 語言學校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 就是 就是 學校裡面 只有老師是日本人 然後大部分都是中國人跟台灣人 喔 到江吧 就是 日文學校有一個 應該是算一個毛病吧 比如說 就是 漢語圈的朋友他們會混在一起 就是像我們現在開實況這樣在講中文 對 對 然後 我的方式就是 因為這個沒辦法 因為我畢竟 是 申請語言學校嘛 所以 日本人 沒有日本人是很正常的 所以 我就是 一下課我就 我 我就直接回 回家 然後 然後 去公園找日本人 開槓這樣 嗯 他們 他們不是都還蠻 說到這個話 說到台槓阿 學長他們那個日本人個性不是都還蠻 冷漠嗎 注意很多小細節的 我都有時候會很怕說像這樣子是不是不小心就冒絆到他們阿 我覺得那個是地區的關係吧 如果是東京的話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喔 可能會 但是大阪應該還好 我在大阪我發現大阪人超劍坦的欸 很劍坦 然後 大阪人很比較熱情 很熱情 熱情到我覺得 台灣輸了一大劫這樣 真的假的 欸學長我台灣人很熱情 你不要這樣子 對不對 我本身就是台灣人我知道熱情在哪裡 可是當我 見識到大阪人之後 我覺得台灣人輸了 居然 真的我覺得 大阪人真的是熱情到我有點 有點覺得不可思議 跟想像中的日本人不一樣 然後 真的喔 對然後就是 因為我之前 在公園就是有看到 有越南朋友在打架嘛 然後 大阪人是 就不管他是誰 就直接制止喔 他們不會在旁邊看 而且是他會幫忙報警 就是 我不是只會在那邊看 而是他會做出一些行動 對對對對對 然後 或者是說 他們看到像我這樣的外國人嘛 他會主動跟我聊天 雖然我聽不太懂 因為 因為你知道除了 大阪槍之外啊 其實 會去 公園的 日本人 通常都是有點年紀的 所以他講話 沒有像 學校裡面 這麼的 明確 他的發音會有點糊在一起 我知道對 因為大阪有一個槍調 然後 你又說如果是 老年人 可能他們都有自己的口音啦 對對對 沒錯啊 可是我覺得大阪槍倒還好 因為很常聽 就大概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嗯 因為像 欸 米娜你在 學日文的時候啊 嗯 你覺得哪一個部分 最困難 我覺得哪一個部分最困難 對啊 對我來講 目前還是文法吧 那你現在學文法 是學到 哪一個部分 我完全還沒有學文法 就是 我就是真的就是看著電視 然後這樣子 然後就是那個單字這樣 喔什麼什麼 慢慢在那邊 喔 其他大概在講什麼 所以你五段動詞 OK嗎 完全不OK 什麼五段動詞 那傻 糟糕 那我大概 可以跟你預告一下 五段動詞 是第一個要克服的 因為 因為日文 日文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的動詞 會 會學 會隨著他的說法去變化 那要怎麼變呢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規則 就是 你的五十音 你要先背熟 而且 他的熟並不是說 你看到才會念 而是 那是 那是一個一套 那是一套 那是一套 對 對 他是會 針對那個順序去變的 所以 你要 學五段動詞之前 什麼殺行咖行 對對對就是那一個 你要 你要學會五段動詞之前 你 五十音你要很熟 而且是熟到說 呃 你可以 譬如說你今天講到 歐 然後你就要知道他是阿行 就 常講的話其實還好啦 五段動詞其實還OK 可是 初學的時候 很容易死 因為我也死蠻久的 呃 對啊 可是後面還有更難的 放心好了 不能不能 一整個就是 如果萬一真的都不行的時候 就是來一個 body language這樣子 之類的 我是覺得如果常用 五段動詞沒有很困難 常用的話 因為 因為他有規則 他還算容易的 日文後面還有一些沒有規則的東西 所以你真的要死倍 日文真的很 因為我必須說 台灣人的死穴真的是語法啦 可是我們台灣人學日文 有一個非常 好的優勢 是其他外國人沒有的 我們有漢字 而且是繁體 哦 哦哦哦 嗯 然後再加上說 日本人普遍對台灣人都有好感 你可以用這個優勢 你可以用這個優勢去跟日本人認識一下 所以你會有很多練習機會 要交一個日本男朋友的是否 當然啊當然啊 不過日本男朋友的話 我是覺得就看運氣了啦 嗯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來的話 其實我 其實我在跟 因為我 我學校 有一個活動 就是 他會請 當地的日本人 來跟 學生聊天 就聊一個小時 那 嗯 我還蠻常 跟 我的 秋他上 就是那個 義工 義工的日本人啊 就跟他 跟他 講那個 怎樣學日文比較快 他是說 一對一的方式 那 至於是跟誰 最好的方式就是跟 男女朋友 因為最常碰面這樣 對啊 而且 可是 這個缺點就是 很 如果爭吵的話 就 可能就分了 因為語言不同 然後也不知道他們在吵什麼 也不能說 你馬上就解釋那樣 可是有請說男女朋友話 不是才應該是要 body language嗎 嗯 因為你知道 學 如果是 那種 其他 文化 不同的時候啊 其實你有很多東西 你會不習慣的 並不是說 只有 語言不通 所以 如果發生爭吵的時候 價值觀啊 什麼都會有差吧 對對對 對啊沒有錯啊 所以 雖然學日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交到男女朋友 這是 學最快的 因為每天都要講 可是 你在吵架的時候啊 你今天 並不是語言不通 你還要想到對方的生長背景啊 所以 所以 這個是還 有點難度 雖然 真的 雖然我是覺得 不困難 如果是 交男女朋友的話 我是覺得 沒有很困難啊 對 以米娜的條件來說 對 以米娜的條件來說啦 哈哈 我不是說自己啦 沒有 嗯 說笑 只要學長你 你剛剛不會已經有 在那邊有心理的對象 所以才 才 才 就注意到這個 還是你在你旁邊 看到那麼多 沒有啦 所以才有這樣子的感覺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因為 因為 我是覺得 日本人 還蠻開放的啦 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的 避暑 可能 是我接觸到的 都是 比較 3 40歲的 10幾 20歲的 比較沒有 所以 我會覺得 日本人 通常都比較歪像 但是如果 東京的話 可能就不一樣了 我只是純粹 以大版來說 嗯 當然 有機會來的話 來玩也可以啦 你可以先去體會一下 日本人說話的速度 然後 然後 然後你要去 想說要怎麼回 怎麼讓他聽得懂 這樣 嗯 像 我自己本身 那 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知道動漫的話 他們講的語調跟一個語速 它有 其實是有放慢的 嗯 對 然後 所以我自己有在聽那種 就是 前陣子開始我在聽那個日本廣播 然後 也是 都是深有主持的啦 但是 因為他們 畢竟不是說像在配音的時候 就是需要 就是可能 異陽頓錯比較明顯 或是放慢 就是等於說是普通這樣在閒聊 或怎麼樣的 對 所以 他們那個 那個速度也是蠻誇張的 對啊 真的 如果是有堅持到 他們一般 講話的速度 通常 都會嚇一跳 因為真的講很快 對 那 我覺得如果是 有喔 講很快 我覺得如果是 你有在聽廣播的話 你可以先從 簡單的廣播先聽起來 不用說一定要先聽聲優在講話 你可以先聽一些 那些 嗯 播報新聞的 那個廣播 喔 他們講會比較慢 而且他們講的 都是 最標準的用法 就有點像NHK 嗯 他們在播到新聞 有我曾經有想說 我是不是要看 對 其實你可以常看NHK 他們是講最正統的標準 我都是看那個什麼 《未來日本台》啊 學長你知道這個嗎 我知道啊 你說 《未來日本台》的 對 的節目嗎 對 就節目 可是因為 你說多少那種 比較生活上面的東西 可是 因為還是會有字幕 所以我就是會 想說 是不是要逼自己去看NHK 因為那種就是 像學長講的 比較 他們的用語比較 就是正經 然後也比較 就沒有字幕嘛 嗯 日本人是不會有字幕的 對 所以 就就是想說 這樣子去聽 這樣子 然後 我 因為講到說字幕 我那時候 我看 看那個 加農 就是卡弄這個電影 我是在大阪看的 我才發現說 那個 大阪的電影 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就是 它在上映之前啊 它前面的一些廣告 它並不是 放那個 我們台灣一般常看的一些 電影的廣告 它會 它會講 那個 呃 上映前的一些禮 然後它會 做一個很有趣的小短片 這樣 如果有興趣來日本的話 其實我還蠻推薦 就是你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他們的電影 因為 因為並不是說 呃 就 就是 在日本看電影而已 你可以去 觀察一下 日本人在看電影 的 一些反應 或者是說 日本人在播電影的時候 他們會 用什麼方式去講 電影這件事情 因為它 因為我發現日本的頻道啊 就是完全就是把它運用在 放映這件事上面 嗯 就是 它會做一個很有趣的短片 或是很有趣的動畫 就有點像是說 你今天看實況 就有些實況主 它會 做一些 有趣的小短片 對 其實跟日本的方式很像 對 所以你會覺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 我還蠻推薦的 如果來日本的話 其實 其實不用全部都定吃的 你可以把 看電影排進去 還蠻特別的 也是 因為其實像有一些東西 真的是你要去當地融入到 你才會知道 那 我自己是 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 像日本人的話 有一些東西 像日本人有一些東西的話 我是真的還覺得 就是覺得 真的是很有禮貌 然後也很多巧思在 我對他們這個民族 就是覺得是這樣子 日本真的很有禮貌 就是很多巧思 對 然後很有禮貌 那所以像我常常這樣子看 看他們的節目 還是說什麼這樣子 其實我有時候 有意無意當中 我這樣子被 算是被洗腦 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對他們 就是有時候 像 人家有時候 像我們這一輩的 或怎麼樣 有時候有一些 禮儀吧 可能我沒有那麼注重 可是其實可能我真的是因為看他們東西看到 有一點被洗腦了 所以啊 什麼有一些 該說一聲啊 或什麼 有一些像我這個年紀 或者是比我再年輕一點的人 他們都會覺得 我是太有禮貌了 然後甚至會讓人家有點距離感 這樣子 對啊 恩 其實 滿正常的 因為我在 日本 日本 留學 留了 就住了一年以後 我有回台灣一次 然後我才發現說 台灣人怎麼那麼沒有禮貌 然後我才發現說 欸不對啊 是台灣人 太 太隨性了 感覺就是太隨性了 嗯 我以前沒有發現到 然後是我那時候 住日本 住一段時間 回台灣我才發現說 原來以前這麼沒禮貌 我自己啦 就是 因為 因為 台灣的優點 其實就是 可以比較 隨性 那沒有 沒有很大的壓力 就是 對人這 這塊 這個是台灣的優點啊 但 我覺得 以外國人來說 這是缺點 對 你要 你要知道為什麼 台灣人為什麼大多 都是選擇日本嗎 其實不要說台灣人 外國人為什麼大部分 去觀光多選的日本嗎 你有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嗯 是因為他們很自律 所以說 以至於說 他那個環境等等的 一個 一個原因嗎 嗯 環境是一個 可是我最近才發現說 其實有更具體的東西 因為觀光客 他們最常跑的是 廁所 對 很乾淨 因為他們很自律 是不是 嗯 日本的廁所 不只乾淨而已 就如果是 像 公司 就是像那個 百貨公司裡面的廁所啊 它是免治馬桶的喔 就是它會噴水的那一種 那 我那時候還有去過比較誇張的 因為當時天氣冷嘛 我去洗手才發現它的水是溫的 溫的 對 對 他們就是很多這種心思 真的很細很細 他們 嗯 其實真的是 所以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有時候日本人 我真的很怕會 就是如果說真的有這樣的朋友 我會很怕得罪他們 因為他們想太多了 想太細了 連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 我本身自己也是一個 就是有一些東西 我會想很多想很細的人 我有時候我都覺得 哇賽 我光是看一些日劇或什麼 就是 大致上 大部分我們都是覺得 喔有一些東西很合理 可是也是會有一些 那個真的是他們就是 就是 哇賽這個禮儀他們都做得到 然後 喔那麼注意到人家可能一舉一動 什麼太多太細了 我覺得我簡直是 一個望塵莫及 我覺得就是日本人習慣了啦 他們就習慣就成自然了 那 以台灣人來說 可能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不可思議啦 但我也是覺得 就習慣的話其實 我覺得還好啦 就因為沒 台灣人就是這樣 就是其實你到國外去啊 很容易習慣 因為 因為台灣太自由了 你很容易習慣 雖然一開始很不習慣啦 但是 我是覺得台灣的私隱能力 比較 比那個 至少比美國人還要快 因為台灣跟日本 禮儀上面跟他們的文化習慣 比較雷同啊 畢竟是亞洲國家 我覺得 對對對 如果是外國的話 他們可能要習慣很久 對啊 所以就 剛才我講的為什麼 大部分的 來日本的觀光客 他們 第二次來還會選擇日本 就是因為他們的 呃 廁所 真的就是會注意到很多東西 會讓你覺得很放心 對啊 就是 你不用擔心說你今天沒帶衛生紙啊 或者是說 找不到廁所怎麼辦這樣 所以 所以為什麼會常來日本 就是因為 呃 太貼心了 對 所以他們當 其實這樣相對下來 他們的壓力當然就大 壓力大 對啊 日本的工作壓力 因為你要 步慮太多太多東西了 所以 我才會覺得 為什麼他們壓力會大成這樣子 其實日本壓力還蠻大的 你知道那個 嗯 跳鬼 這件事嗎 跳鬼 對啊 其實他們是不是 蠻蠻多人 對啊 他們很常跳鬼 會 會壓力大到 日本 真的是壓力大到 好可怕 每週禮拜一 有時候都會跳 跳鬼 新聞跑出來 這樣 禮拜一就是上班的時候啊 對 對對對 那 我那時候有看一個文章 是說 為什麼日本人會選擇跳鬼啊 他們是說 單盡力弱嗎 也不是 因為你知道日本人很手實 那你今天跳鬼的時候 他搬車就延誤 你會影響到所有上班族 那你那時候就有存在感了 嗯 所以他們都會選擇跳鬼 好可怕 我不是鼓勵大家跳鬼啦齁 我只是先說日本的狀況 我知道 我只是說好可怕喔 嗯 對啊 所以 我覺得 也不要說 日本就是都很好 他其實也有不好的一面 只是 對對 當然一定有 只是你們 可能 第一時間沒有辦法去察覺 因為日本很會包裝 會包裝到你不知道他背後的東西 嗯 真的 真的 我有聽說就是 因為日本人他們表面功夫做的實在是太棒了 嗯 真的啊 表面真的做得非常好 對 但是 我是覺得 台灣也可以 我覺得台灣的問題就是說 表面功夫沒有日本厲害 然後 這樣講起來有點悲哀 我覺得還有一些 怎麼說呢 還有一些我覺得 民族性也不太夠 還是說 還是說有一些 像他們 他們因為說 譬如說什麼東西沒有做好 他們就覺得說 這是就是 丟日本人的臉 還是什麼 就是會有一種 民族性的約制 喔 一種這種感覺 對不對 因為 然後 我們台灣像那個什麼 黑心有什麼 如果說 以他們日本人 不能說日本完全沒有黑心的 但是 他們可能會去 顧慮到說 這種東西傳出去 丟我家人的臉 丟日本人的臉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一個 一些這種 比較 所以才會養成 他們大部分的人 都是很 很遵守 很遵守規定的 我覺得是這樣子吧 其實 我那時候在跟日本人聊的時候 我有提個問題 為什麼日本人說 一個東西錯誤的時候 他們是說 幾高 你有注意到嗎 就是 你說 這出問題的時候 會會 違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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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同 就錯了 他的意思其實是不同 他不是說錯了 是不同 對 違います 他們是說 違います 我知道這個字 你知道嗎 他其實講出來 日本人來說 對方錯誤的時候 你們都會講 違います 可是 為什麼他會講這個字 可是 他明明就是用在不同的時候 你才會說 違います 是違います 那是因為 我那時候我問日本人 他們是說 因為違います 這個字啊 在 日本 因為 日本普遍都是一個 團隊嘛 就是 人家 人家做什麼 你如果不跟著做的話 你會 你會跟人家不同 可是 也沒有說你錯了 你純粹只是 少數 就是 跟多數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們會說 違います 可是他沒有說你錯 所以他們是 以那個 整個 全體 來看 這件事情 所以他不會說你錯 所以他 雖然 意思上是錯了 沒有錯啦 可是 他們講的日文就是說 這是不同的 違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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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從 從日文來看 其實就可以 稍微猜到說 日本人是很注重 那個 團體的 對 對 像是 那請說 而且會有一種 那種 好像 他們也不會故意去戳破 讓你很難堪 那種 我覺得 用這個 還有這樣的意義 是不是啊 嗯 這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剛好只有問到 那 那你知道日本人 不會戳破 嗯 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講到那個 他們 的 文化吧 其實 日本人是真的 覺得 當面講直接的話 他們覺得 很不禮貌 所以他們盡量都說 阿諾 就都 點點點點點點 這樣 對對對 就都不把話講完 就直接講 對 就都 都不講完了喔 然後他們就自己 腦補了 然後我在 日本生活一段時間 的確沒有 的確沒有 的確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 我是覺得 繪畫能力不用太強 沒關係 因為你只要搶前面的 他們後面就知道意思了 嗯 這是日文一個有趣的東西啦 所以他們會很常會錯意 蛤 會錯意嗎 會會錯意阿 因為 因為 學日文學到最後 他們其實很常會把那個 主語一個省略掉 就譬如說 我今天幹什麼 或是他幹什麼 你我他就不見了 然後 對 你如果學到後面 一個主詞沒有 他就直接講一個什麼什麼 但是你可能就要去猜說是 誰在講什麼 就譬如說 呃 この物は 欸 不是 等一下 我想一下齁 好好 呃 ペン を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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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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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 摩 Sims Mr. 誒 生活 我大概就講一下那個感覺 就是說他們的 動詞裡面就有 喊對象了所以他們 不放你我他你也聽得懂 不會會錯而已 因為譬如說你用到 KARIMASU 就是你要跟別人借東西 借入嘛 KASHIMASU是借出 那譬如說 但是 這個比較複雜的是說你今天要跟人家借東西的時候 你主持是放自己的話 就你跟人家說 KARIMASU 會有點不禮貌的感覺 因為你把自己 放在第一個 所以你是感覺是你要跟他借個東西 就很像拿一個東西 以中文來說啦 可不可以跟你拿東西這樣 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並不會 用KARIMASU 他們會說KASHIMASU 可是KASHIMASU是借出的意思啊 所以你要借東西的時候 要怎麼借出呢 所以他們就會用KASHIMASU KASHI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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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是是那個意思 因為就是 你把對方擺在第一位嘛 所以後面的講法就不一樣了 不過我覺得這個非常難 這個非常難 因為你如果沒有學到五段動詞的話 其實我大概講一下 你後面會遇到的一些日文語法 你要注意哪一些 像五段動詞嘛 然後K型跟他型 就是什麼 て て要怎麼變 就是てください 或是 てもらいます てあげます てくら てあげます 反正就是 て後面接什麼 所以你會聽日文 就很常聽到ててて て什麼ので 什麼什麼什麼て 就貼來貼去這樣 聽起來會比較禮貌 是因為 日本人很常用て てください 很常用て 可是 就我剛才講的就是て型跟塔型 它跟五段動詞一樣 會死很多人 哇我覺得我要一個網銷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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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て後面要接的東西 就我剛才講的 もらいます くれます あげます 是 受受動詞 這又是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給或是 對方幫我幹嘛 或是 你給對方什麼 這個我是覺得 如果你單看教科書上面學的話 你會很難記 因為你們不會用 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我是建議說 如果有一個 日本朋友 或是 會講日文的台灣人 去學的話 比較容易理解 會日文的朋友 有 因為我剛才講的那些語法 其實 我 我即使 有 有用 我還是會常用錯 因為那個 畢竟就是語法 當然 後面還有很難的啦 不過就已經不管了 前面這個東西 其實 你克服的話 其實 你在 日本生活 沒有問題 就是你會 講一個比較完整的句子啊 但 其實 其實我必須說齁 我剛才講的那些語法 就算沒有學過 你還是可以在日本 就是 跟人家溝通 當然可以啊 你只要講動詞就好 哪一個國家的 對 不管哪一個國家 都是這樣 你會一點單字 或什麼的 就是 然後加上那個 他們也可以體諒說 你就是外國人啊 對啊 對啊 那 我是覺得這樣很可惜 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就是更充分的表達 或者是說 你沒有辦法借這個機會 就是 做一個練習 因為 因為我之所以會說 你要 跟日本人 練日文 這樣學比較快 可是前提是 你要有一定的基礎 你這樣吸收才會快 這樣 對啊 如果你說很多東西都不懂 然後 是要怎麼懂 那些 就是 對啊 其實就我 就我第一次跟 秋他商 第一次碰面的時候 我也是都聽不懂啊 所以我們是 個人 就是各自拿一本 一本筆記 然後各自寫 就是不懂的詞 用寫的 或是寫漢字 跟他確認這個 這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如果 這樣一方面就是 日本人也會看漢字嘛 所以 嗯 台灣人 這個地方很吃香 然後 一方面就是 你也是做筆記嘛 可是漢字有時候不一樣的意思啊 可是大部分都一樣啦 我必須講大部分都一樣 有一些不一樣沒有錯 可是 嗯 很常見到 所以你大概都知道那什麼意思 嗯 像是 像是那個什麼 其實 我 我也是看到我才知道那個意思啊 但是 即使要講 像是 嘖 那什麼 烏 烏 怎麼 怎麼受付啊 嗯 受付就是 這是櫃台嗎 對 他是 受付 對 受付他 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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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是覺得 呃只要你有字典啊 不用太擔心說 漢字跟日文不一樣 就是你在常語你用的漢字跟字文不一樣 你只要看不懂你查字典大概都查得到意思 所以 不會很難我是覺得 就是台灣人學日文 語法你只要克服了 後面其實還蠻輕鬆的 原來是這樣子 漁法 好我真的本來是想說最近啊 就因為這幾天才開始玩那個 就是第一次這樣子 玩那種沒有漢話的遊戲 所以我在想說我是不是 要買一本字典 可是我發現你在 你在翻的時候 都還ok啊你也都看得懂啊 呃不是 不是只有如果我真的只是 要我自己看得懂的話 我講真的自己玩的話 是都還 就是自己玩的話 我可以玩比較快 但是因為既然我是想說開台 然後 我其實也有想到說應該會有一些 懂日文的觀眾這樣子 那萬一如果真的沒有一些懂日文的觀眾的話 好我這樣玩 說真的就是強迫我自己要去念去去 不能說去逃避說 啊有一些可能我比較看不懂 我可能就想很想要會按掉 算是讓觀眾來監視我吧 有一點這種感覺啦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是覺得如果這樣學是有 是有動力你會想學 可是 嗯 你會不知道那個巨型是怎麼變來的 哦那是另外另外 那些東西還要另外學 對那是另外學 就是變成說對對對要另外學這樣子 因為日日文它好玩的地方就是 它同一個意思有好幾 有好幾種講法 嗯所以所以你如果一開始是玩遊戲的話 其實他們全部都是用普通型 那你就不知道如果尊敬型你要怎麼用 因為你普通型看習慣 嗯其實也不用到敬語啦 其實一般的DESMUS 你就不知道怎麼變了 嗯就是 DES變成 什麼TA什麼TA 就是那個左音的TA 你知道嗎就是TA 還沒常看到的嗎 你還沒常看到的喔 就是遊戲裡面什麼TATA 或是NATATA 什麼TATATA 其實 嗯 那個通常你在日本的時候不會用到 嗯 因為如果跟別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會用尊敬語 要不然就是用MASK這樣 所以玩遊戲的話 你要轉換成DESMUS型 就是你那個巨尾要換 或者是說 它有一些 講法 你可以大概知道怎麼講 可是 你要轉換成 比較尊敬的說法 你這樣學的話 你以後來日本其實會比較方便 嗯 要不然 要不然人家會覺得說第一次見面 你怎麼就把我當成朋友一樣 就是有點太裝熟了 對 就是日本講的NARRE NARRE SI 嗯 就是裝熟的意思這樣 裝熟 嗯 對啊 嗯 就是習慣的冠啊 嗯 這個漢字 也是 也是 對啊 冠 裝熟 日本也有裝熟這個字 有有有有 我好像有看過 對 NARRE NARRE SI NARRE NARRE SI 就是你第一次跟人家碰面 你就跟人家講普通型 會怪怪的 嗯 嗯 嗯 也是也是 對啊 他們還蠻就是 注意 注重這種東西的 對啊 連那些 禁語什麼 呃 連一些稱呼什麼的 都 不能隨便用 我覺得 嗯 他們好像蠻 一個的人很注意這個 大部分的人都還蠻注意這個 有你知道那個 他 日本人講他的時候 你 你 你會想要哪個字 他 他 他 我會想要 kare kare 那 還有 k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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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kare nojo 可是 可是他是女朋友 男朋友 也可以這樣講 是 會比較曖昧啦 雖然也是有這樣稱呼啦 所以通常 會講kare 或是kare si 會比較少 嗯 因為像譬如說 你們常看日劇的時候會聽那個 anata anata就是你的意思嘛 對你的意思然後也可以講另外一半嘛 也可以講對另外一半 所以他們是比較親密才會用這個字 所以 我還 我還 不會很常用 因為根本用不到 因為用起來會怪怪的 對啊 就是學完學日文學到後面 會覺得有一些字就是 用起來會怪怪的 可能第一次學的時候還不會覺得 學到最後之後才發現說 日本人其實根本不太會用這個字 這個也就是 你必須要常用才會 會注意到這樣 對啊對啊對啊 好這其實 其實我畫完了我剛才就是在聊天這樣 哈哈哈 謝謝 嗯 嗯 那個 其實我沒辦法畫彩色的部分啊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因為 因為像我之前怎麼上色的技巧 其實 我想說 因為 我之前 有上傳過 就是我怎麼著色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 到我的頻道上面去找一下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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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嘛對不對 對對對 在Youtube上面 就是 因為有很多人上色是 用一支圖嘛 就是 圖顏色上去 然後上陰影這樣 那我的方式其實是 用Photoshop的這招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畫出 CG game 的風格 啊 對啊 不過今天時間不夠啊 可是 我 對 因為我自己的話 我除了Side之外 我不太會用其他的東西 因為 我不會 就是 對我連Side都還摸不熟 你知道 Photoshop很多 很多神人也都是用Photoshop 嗯 嗯 Photoshop就是 後製很 很 容易 然後它可以做很多效果 嗯 不過我是覺得 都是需要練習的啦 嗯 那只要你喜歡畫圖的話 其實 軟體應用 都是小事 嗯 對對對 真的 好 其實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喔 講了好多東西 嗯 那 很開心啊 那米娜那邊你有什麼要宣傳的嗎 也可以跟一些觀眾稍微說一下 宣傳 喔最近 呃前 大概前幾天 我有把我畫一 之前的 有一張 嗯 算是現在的那個開台的封面這樣子嗎 嗯 粉絲團的封面這樣 我把它印出來當明信片 那最近有 有活動就是 就是 會抽出20位 那只要在我那個 置頂的 留言那邊 然後 幫我分享那篇文章 然後並且跟我講說 為什麼你會喜歡我的實況呢 大概是像這樣子喔 然後我們就會有機會可以抽出20位 然後可以得到這個明信片 對然後 看 要不要簽名單 不過我覺得那個 整身自己簽名這樣送 是不是要丟臉 對啦 如果我是喜歡 喜歡那個明信片的話 可以可以參加啦 對啊 哈哈哈哈 對啊各位觀眾聽到了喔 那就是我 我大概 我明天就會連同那個 錄影檔 然後 還有繪圖過程 上傳 然後我也會把 米娜的粉絲 專頁 連結 分享給大家 那請大家多多支持 好 那其實我這邊也差不多了 那 我下 我下一次實況其實也是禮拜六的晚上九點 那 是誰的話 我前一天我在公佈 嗯 大概是這樣子 那麼 其實 我再看一下有沒有觀眾的問題齁 他說 有人想要去日本神社球 球千 還有溫泉 欸 米娜你如果來日本的話呢 第一件事是不是也去神社去拜拜 你會不會有這個規劃 第一件事的話是吃拉麵啊 吃拉麵然後吃完去拜拜嗎 還是 嗯 因為 我會想要去他們神社 嗯 因為神社的話我也是蠻推薦的啦 因為 雖然 神社它的 它有一些規則 你可能要去之前你要先稍微記一下 這樣比較快 就是 比較快就是可以 做完 拜拜這個動作 因為 他們第一件事都是會先搖水起來洗手嘛 洗手對 先洗左手 先洗左手再洗右手 然後漱口 那 水 是要吐的 那 要吐有有有 水要吐 我看過 可是也可以用喝的 可是喝的話你要去接那個水 你不能咬起來 嗯 對因為那個 比較當然這樣要不然太髒了 對比較不衛生這樣 然後 然後 你也知道這規則嘛 然後去 神 去就是 去 去拜之前啊 不是要 拉鈴鐺嗎 先頭銜再拉鈴鐺 對對對 啪啪 對 嗯 你們就計一個步驟就是 拜拜 拍拍拜 嗯 拜兩次 拍兩次手 然後再 嗯 再拜一次這樣 蛤 搖兩下 喔不是不是 嗯 先頭銜 搖鈴 對 然後 點頭兩次 拍兩次 許完願 點一次 結束 嗯 所以 拜拜 拍拍拜啊 這是神社的那個 順序啊 嗯 嗯 但 許願 講中文也OK 因為是 卡米桑嘛 對啊 因為是神嘛 他們都懂的 對 對 我有問過日本人 他們說任何語言都可以 因為是神 嗯 如果你要學字文的話 你也可以 試著用字文 許願看看 我怕 我怕反而給神明天麻煩 他聽不懂 不會啦 不會啦 這樣 他就講說阿鬼 你還是說中文吧 你 嗯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那 那 今天 很感謝米娜來到 我的實況台上面 分享這麼多事情 雖然 大部分都是我在講 那個日本的東西啊 那 不會啊 對啊 我還蠻期待 就是你之後有 就是 來日本啊 嗯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也沒那麼快欸 對啊 沒那麼快吧 其實早都有機會 嗯 只要你有想要來的話 其實 不管是不是來念書 或是來旅遊 嗯 其實 日本離台灣很近 其實隨時都可以來 嗯 我也蠻鼓勵 就是 可以先學一下一些日文之後 然後挑戰看看 用自由行的方式 來日本玩玩看 嗯 女孩子自由行會不會 有一點 你可能兩個女孩子來自由行啊 喔兩個女孩子 其實 其實日本 不會危險到說 女孩子來不方便啊 我是覺得還好啦 嗯 嗯 也是啦 因為 當你有問題 你直接去問警察 他們都會 都會協助你 嗯 嗯 對啦 問警察先生 對啊 然後 好大概就這樣子 那 今天 我實況台 大概就到這邊了 那 很感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 各位晚安囉 拜拜 晚安 晚安